中央將推出五倍券刺激消費 幫助經濟復甦 市議員李超如 在市政總質詢時提出建言 他表示五倍券的面額若太大 恐怕沒有辦法有效刺激庶民經濟 消費經濟的導向 會因為你的面額而受到影響 那我們的基層呢 鵝仔煎的 不會鵝仔煎的 不會煮菜的 還有機器 比較簡單的十步的那些店要安裝 他就沒有辦法享受到政府的得正嘛 那怎麼辦 所以我建議五百塊那個 就應該撤換換為一百塊的 這樣才能夠達到行政院全面要照顧 振興經濟的目的 蔡市有很多桌 我們一桌一桌要怎麼走 都亂了 那麼一百塊是最好用 一百塊再試一次蔡市長 這麼桌我要買不一樣的東西 我都可以 剛才一桌所提的相關的面額的部分 我們會就本局這邊 來跟中央去做一個討論以及建議 那也的確我們非常認同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李喬如表示將面額從兩張五百元 改為十張一百元 更能夠讓在地規模較小的店家業者 共同受惠 另外九月即將開學 有些教職員工還未施打疫苗 李喬如就希望教育局要盡快了解 並且讓教師的疫苗施打率達到百分百 才能夠確保學童的健康安全 數字上5200多人老師 教職人員都還沒有施打 那我希望教育局應該去了解 五千多位教職人員你們為什麼不打 開學了我們絕對不可以漏掉一個老師 成為一個破口 這是我強烈要求老師覆蓋率要百分之百 那保障學童的健康安全 而高雄市議員李喬如也進一步表示 雖然疫情趨緩 但在學校相關的防疫措施與準備 現在就應該要立即規劃完善 讓學子與家長都能夠更安心的開學 記者李佳龍 潘文玉 高雄報導 我會看別人的壓臨